计计集合 谁呀 谁 你的 你的 报数 1 2 3 4 废物 谁 我 怎么出了个废物呢 英语的五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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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废物玩 批音 何无一爱 5 何无一爱 5 对了 重新报数 1 2 3 4 3 6 7 谁的7 我的7 出来 你咋这么完蛋 人家说的全是一水英语 到你这儿整出个阿勒伯数字 你那英语咋不会说呢 我不会说呀 你咋不学呢 啊 我们是搞旅游的 必须要把全世界的外语都要会一点点 回家用点工学 听着吗 夜市 这才几点呢就上夜市 求你吃的都快赶上我了 不许上夜市 夜市 还去哪 不去了 那去哪 外街 外街也不会去 再说 夜市 再说一个 那游会一句夜市还不让说 完蛋 完蛋 刚刚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非常重要 是一个大户 四十人的旅游团 有没有细心把他给我拿下 有 谁走路风声了 谁说的有 我说的 你说你就大胆声 求你像做贼似的 有没有细心把这活拿下 有 yes 老板呢 那个 张经纪来了 买个张经纪 就去年给咱们抓官女那小子 谁又野货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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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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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呢 不知道 老板呢 不行 咱们 跑啊 咱 谁要敢跑 以后我再不带他玩 有啥可怕的 关键 不由我呢 嘛 看我是怎么把他摆平的 有啥可怕的呢 大层子 大层子 张经纪 大层子 张经纪 啊 大层子 过去的事啊 就让他过去吧 现在呀 我成了一个旅游团 头一次干这个事 确实没有经验 我是找你来合作的 刚才那个 40人的旅游团 那个电话 就是我给你打的 沈阳那么多旅游团 你不找 你非找我 你别和我一个人坑啊 我不坑你 我是诚心找你合作来了 这样 这40个人团费 咱们挣来以后 归咱俩 你留8 我就留2 这一步说话 你要这么说 你就找对人了 我敢说 我们大层子旅游团 为游客提供 那是一条蛇的服务 往大了说 就是一条龙的服务 让游客呢 玩得开心 我们呢 正的开心 是吧 是 想一下 怎么你现在听声来了 老板没听声 我问一下 那废物那拼 咋拼了 废物来着 喝无一爱 费 也是 速度就是高 钱是英语 大层子 咱们谈的价钱吗 价钱呢 就看你想要游客到哪个档次上 它档次不同 它是价位不同 啊 还分档 那必须的 一共分三个档次 这第一个档次 是让游客笑着来 哭着走 第二个档次 那是让游客笑着来 笑着走 回家就哭 第三个档次 那就高级了 让游客是笑着来 笑着走 笑着又来 最后哭笑不得 笑着 就你的队伍 给人家当导游 这能行吗 给人家说到说不好 要不然你就亲身体验一把 你当游客 我能给你当导游 让我们的精英团队 为你提供那个VIP的服务 好啊 带钱了吗 带了 带钱了 那咱就开玩 大城的旅游团即将起航 跟我走了走了走了 就游客啊 那个 你想上哪 我想去 拉子山去溜达溜达 好 拉子山 24小时 恐怖之旅 正式起航 哎 不行 咱们除了旅游是来开心的 你起个什么恐怖之旅 那能行吗 谁敢来呀 你就是不懂游客 游客最喜欢寻找刺激 有的喜欢攀岩的 有的喜欢蹦极的 有的喜欢滑雪 没玩好卡兔鱼皮的 哦 啥呀 你就听我对吧 哎 准备出发 安排时速的 大科车 啊 我在这呢老板 大科车安排好了吧 准备好了 Let's go 走不了了 下去风道 Oh my god 这咋的啊 改定机票 OK 不 从沈阳到天岭 还用坐飞机吗 哇 哇 哦 你说什么呢宝贝 我们都是从 沈阳桃仙机场起飞 到北京 再买好反程票 从北京飞回 沈阳桃仙机场 到回来的时候 学已经画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让游客 坐大巴 去拉子山 好吗宝贝 你那是药圈啊 宝贝 你知道这一趟飞机票的三点钱是多少 啊 哎呀 要说大厂长 还是你有经验